贫血的检查 它是我们通常去验血的时候 你抽了几细细的血之后 然后呢 你就验里面有多少红血球 多少白血球 如果红血球太少了 它就告诉你是贫血 那实际上抽出来血里面呢 最多的是什么 西医叫做 医学上叫做血清 什么是水 血清呢 就是水 其实最大的成分是水 所以你当你的白血球 红血球太少的时候 有可能你身体中血量少了 这是第一个可能 另外可能是水太多了 身体的水太多 是不是验起来就少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 水多什么样的人水少了 胖的人水一定多 中医叫皮虚 他身体的水排不出去 就弹湿太多了 那胖的人呢 他常常会被验出贫血 瘦的人呢 他是肺虚 身体到处都没水 所以血 他就不容易被验出贫血 所以贫血并不一定代表 你的血少 血多 只是告诉你 你身体的水 多还是少 贫血不要代表水太多了 是皮虚了 那没有贫血 并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 所以那个指标本身 跟气血是没有关系的 那中医讲的是 血液种量概念 那血呢 我们的血是 每天会长出新的 每天会有一些死掉 它有一定的寿命的 所以呢 你要让血 血能够多出来 怎么办 你就是让你的造血机能 能够正常地发挥 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血就慢慢就会多起来 那造血 其实跟造其他的东西 造我们一般的商品是一样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要有材料 第二个 它要有一个制造程序 把这个材料 变成血液 那材料呢 现在材料的供应在哪里 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那现代的人吃那么多 为什么还会贫血 还会 不是说贫血 气血还会低呢 第一个是 吃到不等于吸收到 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一定要吸收到才算是问题 所以现在的食物最大的问题是 吃了以后没有吸收到 有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吃太快 吃太快是现代人普遍的现象 吃饭五分钟十分钟就吃完了 工作紧张 那我们的食物呢 要到小肠之后 要穿透小肠壁 才能被身体所吸收的 所以你颗粒很大的 是吸收不了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它要经过你的消化液处理过之后 成为一个叫等渗透的状态 它才能够进入身体的 所以它要有两个部分 主角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部分是身体的胆经在头部的状态 这边黄色的是胆经 这边是胆经的分支 它为什么长这样 我们的胆汁是身体消化食物 最重要的一个酵素 那胆汁是从肝里面分泌的 它的分泌是按时间一滴一滴滴 慢慢滴下来 你吃它也分泌 你不吃东西它也在分泌 那这个是对身体来讲 从那边拉过来是不行的 所以身体需要一个暂存的地方 就是胆囊 所以胆汁从肝里面分泌出来 它先存在这个胆囊 然后你在吃东西 主角的时候 就触动了这个胆经 所以你主角是这个地方会动 这个地方会动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其实这就开关 这个时候 它就把这个胆汁就分泌下去了 所以你主角的越多 胆汁就分泌的越多 食物的消化就越好 而且主角 所以主角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物理性的把食物角的颗粒 角少 第二个 分泌足够的这个 这个消化液 把食物转换成身体 可以吸收的形态 所以是化学性的解决问题 所以主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代的人 吃饭太快之后 主角不够 你的颗粒太大 然后这个 那个成分不对 所以身体没办法吸收 所以矽脚慢咽 是改善你的 造血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行为 其实这个都是老生常谈 只是过去没人告诉你 为什么需要矽脚慢咽 所以这边也顺便给大家 一个尝试 因为现在常常有人去 很多人把这个胆囊给割掉 因为胆囊其实它就一个 让你自动 身体在你一搅 它自动就分泌 所以胆囊割掉之后 把胆管直接从肝里面 拉到这个十二指肠的时候 你吃东西它也分泌 不吃东西也分泌 不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分泌出来就流掉了 浪费掉了 吃东西的时候呢 分泌就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割除胆囊的人 现在有很多的酵素 很多人工的酵素 你这个自动 胆囊是一个自动的分泌的 自动的坏掉了怎么办 割掉了 手动了 就是你身体不会配合这样 你只好去买那个人工的酵素 当你在吃饭的时候 就一边吃一边喝酵素 就可以达到原来的目的 但是医生都不跟人家这样讲 都不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没有学这个营养学 或怎么样 因为割了胆囊 你就要用自动的功能坏掉了 你用手动来解决问题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就可以改善很多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 就是细嚼蔓延 还要加一个敲胆筋 因为为什么敲胆筋 就是现代的人呢 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 感冒其实是寒气进来 我们感冒 然后把它排掉呢 就现在把它当成症状 就把它制掉了 所以大部分人 身上的寒气都流了很多 特别是这个大腿外面 这个胆筋 塞得满满 所以胆筋本身的 不通是现代人普遍的情况 所以除了细嚼蔓延之外 加上一个敲胆筋 就可以解决你的吸收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有了材料之后 要知道身体什么情况 能够造血 就是你在上半夜睡得好 进入熟睡的状态 身体才能造血 那现在的人最缺的 就是上半夜的睡眠 这就是现代人 气血低的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最好是 我们建议是 最好在十点钟睡觉 因为你睡眠的第一个小时 它是浅眠的 你十点钟睡 大概十一点才进入深度睡眠 那造血大概到一点 到一点半就结束了 所以你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那两个半 等于有两个半小时 所以你十点钟睡眠的时候 有两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气血就会朝上 如果十一点睡 大概是水平的 就是磁平的 假设你睡眠品质都很好 假设你睡眠的品质都很好 假设你十二点睡 今天就赔钱了 就是就没有造血了 就是基本上你十二点 睡一个小时 这就一点了 你剩下半个小时 现在很多人 十二点半之后才睡觉 那当天就不做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 现在气血区不是去补 吃那个补品是没有用 要回来改变你的睡眠 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那个只提供了材料 然后你要有个智诚 把它变成是血 那身体呢 身体其实是一个 什么样的 它就像汽车一样 你天天要用它 它有那么复杂 它每天晚上 它都要修一修 所以每天晚上 你睡觉的时候 身体有两个很大的功能 第一个 上半夜它要造血 第二个 下半夜它要去修复那些 主要的器官的损伤 你每天在用它 它一定会坏掉 就像我们开车 一定要做定期保养式一样 开车你要做两件事 一个是加油跟保养 你同样 你睡觉的时间 上半夜身体在加油 下半夜它在修复 在做保养 另外呢 经络是一个体液的通道 这个是在中医的概念里面 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身体的血管 是把所有的能量 分送到每一个细胞的通道 但是血管的 西医所见 科学看到的血管呢 它是从大的血管 到分支的血管 最后到毛细血管 到毛细血管的时候 体液就会渗出去了 红血就不会出去 但是体液就从这个血管里面渗出来 渗出去之后 这个在医学上就看不到了 因为那个地方 到底怎么流 就没有人知道 那从中医的很多 最近的一些实验 就可以发现 就是说 当你的养分 从毛细血管出去之后 它会沿着经络流动 经络的方向流动 所以经络其实是 是体验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那经络里面 经络里面的垃圾呢 第一个养分会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好了 细胞它就像生活在一个 一个河流上一样 然后呢 养分会从这个上游 从动脉里面分泌出来 然后就进入这个河流里 然后你经络碰到 你的细胞碰到这个 碰到这个养分 它就把它吸进来 然后同样的细胞 它在运作当中 它会排出垃圾 垃圾就会流出来 循着这个经络往下流 有一部分会回到这个 回到静脉的血管 会回收回来 另外几乎有一半呢 会循着经络继续往前跑 所有的经络就往前跑 然后身体所有的经络都会最后流通 流到哪里 流到背上的膀胱经 那膀胱经是身体最特别的一条经络 因为所有的经络呢 都是一条而已 就是比方说胆经在侧面有一条 肾经在这里有一条 但是膀胱经呢 是背面 这一条也是膀胱经 这一条也是膀胱经 左右各有两条 总共有四条 为什么 因为膀胱经的穴位呢 你看穴位就知道 我们刚刚讲了 心肝脾肺肾 在膀胱经上就有 心书 肝书 肺书 肾书 肾书 就每一条经络 在膀胱经上都有一个对应的穴位 书它是写成鱼啊 所以你不要念鱼 那个字叫书穴 那书是什么意思 是枢纽的意思 所以心书呢 心书就是像这里有个肺书 肺书就是肺经的垃圾会最后从这里进入膀胱经 心书呢 心经的垃圾会进入 从心书进入膀胱经 所以前面的所有十一条经络 它的垃圾最后都会流到背上这边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膀胱书 所有的这里的东西呢 最后从这里呢 流进膀胱就出去了 所以实际上从这个概念来讲 膀胱经呢